明明這個杜蘇瑞還沒有走 沒想到現在也有新的颱風要生成了 氣象專家吳德榮他透露說 第六號颱風卡努最快明天就會生成 吳德榮說明杜蘇瑞東南方的海面 另外有一個熱帶勞動醞釀 週四週五有發展成第六號颱風卡努的機率 也就是說最快明天就會生成 而他大致往西北前進 不過目前路徑不確定性非常大 好那麼現在因為受到颱風的影響 所以很多國內的航班還有離島的船隻都有受到影響 另外台鐵還在稍早的時候也公布 南迴線五點之後就會停時了 所以如果有這個搭車需求的朋友們 一定要多多注意 如果你有是同行需求的話 可能要看什麼樣的方式來回家會比較安全一點 對我覺得不管是什麼樣的交通方式 大家今明兩天真的都要特別注意 那杜蘇瑞他是昨天下午發布錄警 不過呢民生蔬菜卻遭他一步就來漲價了 雲林短期夜菜類已經小漲大概三成左右 那希羅的農民表示 因為很多天都已經下這個午後雷雨 讓蔬菜的收成收到了重創 導致價格來上漲 那預計呢颱風過後 漲幅還有可能進一步的擴大 中台杜蘇瑞帶來強風好雨 氣象局25日下午也發布錄警 但民生蔬菜卻早一步漲價 根據希羅國菜市場交易事況顯示 24日夜菜類總交易量約410公噸 總平均價每公斤31.5元 短期夜菜類就一小漲約兩成 希羅農民擔心 颱風可能導致農損災害 而颱風來臨前 連日來的午後雷雨氣候 依然蔬菜收成受到重創 導致價格上漲 預計杜蘇瑞過後 夜菜類產地的漲幅可能又進一步擴大 好 颱風即將來 不好意思 好 沒事沒事 對 剛好卡到了一下 好 有點太real了 好 請請請 好 現在台灣 台灣已經是這個颱風逼近了 那到底我們要注意到哪一些安全呢 沒錯 肥仔講得非常的對 那因為現在颱風即將到來了 因此台電就表示 目前已經加派了5000人力 也請民眾一定要做好防台準備 而且如果因為有強風好雨發生 而造成了停電事故 可以利用台灣電力APP停電的報修功能 或是到台電的官網 台風停附電的資訊專局查詢或通報 另外如果是因為區域性的停電 可以點選主頁面的報修功能 選停電的夜簽 就可以來由相關人員來協助你 另外台電也有提到 因為很多民眾可能會習慣撥打1911的客服專線 那他們官方也說 希望這個專線可以留給無法使用網路的民眾 或是更熟悉這個電話方面的民眾 請大家多加善用 就是台灣電力APP這個APP喔 對 我覺得其實這個小知識還蠻重要的 因為如果發生這些緊急狀況的時候 大家可能會覺得蠻錯愕的 所以透過這些小知識 可以緊急的來處理這些事情 沒錯 肥仔說太棒了 那麼如果接下來有最新颱風的相關動向 我們也都會帶來第一首的報導給您 接下來讓我們轉換焦點 看到的是前男團Special成員Teddy陳向希 他因為演出台劇加油喜事 讓更多民眾都認識他了 不過日前的Teddy卻被募集喔 再一次夜生活種捲入了衝突 他在酒吧被毆打 還有鼻子直接爆血 甚至報警送急診 情況混亂到難以理解 不要過來 Special前成員Teddy 曾在鏡頭前眼淚直流 這是因為剛拍完霸凌戲 而鏡頭看日前當街直擊 Teddy的鼻子鮮血直流 之後一名巨乳妹先向他下跪 又在警局外對他鞠躬 展現道歉的誠意 但這可不是拍片 而是他捲入酒吧跌寫衝突 想要知道後面更多的 就是要接著看下去 Teddy演出連續劇加油喜事 和同劇演員張瑞萱等人 培養出好交情 根據鏡頭看報導 6月20日凌晨 他們到台北市一家酒吧聚會之後 Teddy疑似和隔壁桌的客人 衝突見血 痛的蹲在地上 張瑞萱立刻上前關心 並拿起手機報警 接著和疑似引發糾紛的巨乳妹理論 讓對方一度下跪求饒 之後眼見對方陣營要逃跑 雙方爆發肢體衝突 直到救護車抵達 張瑞萱也陪同Teddy就醫 就連Teddy在警局做筆錄 張瑞萱也在外守候 好交情可見一般 清晨五點 聚乳妹也在警局外 向Teddy舉功道歉 兩方人馬大和解 結束鬧哄哄又戲劇化的一個晚上 對此Teddy經紀人回應 房間是和加油喜事的演員聚餐 沒有喝酒 被隔壁桌莫名波及受傷 Teddy被杯子砸到臉破相 去醫院縫了幾針 目前就是好好休養 接著帶大家來關心網紅鳳梨 曾經幫她的刺青師好友控訴 保姆虐死她十一個月大的女兒 引起網友的公憤 不過經過兩年多的偵查 現在案情出現了大逆轉 在女嬰的體內被驗出K他命的反應 不過保姆和她丈夫體內 並沒有毒品反應 兩人癥結不起訴 檢察官在偵辦的過程當中 採檢了蔡姓保姆以及無姓丈夫的毛髮檢驗 發現兩個人並沒有K他命反應 擴大偵辦之後 在去年1月採集蔡姓生父最長的頭髮送驗 卻驗出了K他命反應 檢方依採檢時間回推 研判案發當時蔡姓生父 仍然有適用K他命 檢方研判因為保姆跟丈夫 兩人體內都沒有K他命殘留 排除女嬰在保姆家中吸入毒煙 加上蔡姓生父被驗出有吸毒 因此研判 女嬰應該是在家中吸入K他命毒煙 才會造成體內驗出K他命反應 檢方偵辦後 在今年6月 將蔡姓保姆無姓丈夫處分不起訴 而蔡姓生父涉嫌過失致死 使未成年使用毒品的部分 另外有案件在偵辦當中 雖然蔡姓保姆獲得不起訴處分 不過社會局今天表示 保姆照顧有疏失跌倒壯地是事實 目前傾向維持當時的行政處分 對於這起案件目前是全盤的大翻轉 其實曾經都被知名法醫高大臣給說中過 回顧這起案件 2021年10月13號 彭雕將女嬰托付給有合格執照的蔡姓保姆照顧 沒想到才短短兩天 孩子就因為頭部重創身亡 她透過好友網紅鳳梨發聲 全案曝光後引發社會嘩然 而事發當時法醫高大臣判斷 一般虐嬰案通常都會到拖嬰一週後才發生 但是女嬰到保姆家才兩天就虐待的情況發生 其實不太合理 而且女嬰除了頭部重創之外 沒有其他外傷 懷疑比較可能是沒抱好小孩 導致她的頭部受傷 更直言虐待毆打機率是零 不過檢方最後查出 女嬰宣布在案發後馬上替法 但仍然在毛髮驗出K他命反應 不排除女嬰是吸入二手K他命毒煙 因此另案偵辦蔡先生賦涉嫌過失致死 是未成年適用毒品等罪 好嗎? 好嗎? 好嗎?